我的PS会员到期了 所有之前会员下载的游戏都不能玩了 被锁了 锁尼的锁 不过幸运的是现在年会员在打折 我之前是三档会员 这次我要续个二档升级会员 打期五折 不过不是史低 史低是六折 是今年春节 这次会员折扣 不是所有会员都能够享受得了的 而是新会员可以 老会员不可以 索尼现在区别新老用户的标准是 你当前是否是会员状态 比如我的港服账号 在6月2号上午还是会员状态 如果那个时候续费的话 那就是全价 一点折扣没有705港币 我的会员是中午到期的 下午我带续费 那就是七五折 这次PS会员优惠截止到 2024年的6月12号 应该是23点59分 也就是说只要是在6月12号之前 包括6月12号当天 一般都是可以享受到这个优惠的 今天是6月3号 6月份的一档会员快来了 是在明天早上9点及时来到 PS港服具体是哪些游戏 明天我会发视频 上面这五个游戏都是5月份的一档会免游戏 今天还可以领取 没领取的同学抓紧时间 其中这个FC24它的领取时间 Sony给延长了 延长到6月18号的早9点 只要是会员状态都可以领取到这个FC24 正常的会免游戏只有一个月 但是FC24延长了半个月 可能是这游戏比较火 它多等等 让更多的人去领取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它也是想多吸引点会员 另外还有一个要说的 我们在买会员的时候 买完之后一定要记得把这个自动续费给关了 因为默认购买会员 不管你是一个月三个月还是一年 它默认都会有一个自动续定 如果你不想原价自动续定 那就要手动把这个开关给它关掉 具体怎么关 那就看一下吧 我先买会员 买这个二档会员 系统将带每12个月扣除HK705 直到您取消为止 下次支付时间是2025年的6月3号 我设置了手动填写密码 也就是我不管买游戏还是买会员 只要是在PS上付费 都得输入一遍密码才可以 升级成功 付费成功 右上角欢迎来到PS Plus升级 另外除了我们在PS5上 或PS4上买会员 用电脑也可以买会员 用电脑的浏览器 登陆PS港图会员的账号 在这里面也可以购买的 高级会员 升级会员和基本会员 价格是一样的 最后一步是取消自动续费 首先还是先来到会员界面 按手柄的三角键 来到右侧的三个角 第一项管理订阅服务 左下角有一个取消订阅服务 右侧是改变计划 左侧是取消订阅服务 他会说您将失去这些福利 它这是一年以后的福利 并不是说现在福利 因为现在我已经买了 我已经有这些福利了 是继续生效还是确定取消 如果取消 左下角写了 从2025年明年6月3号起 您将无法使用福利 确定取消 你为什么要取消 其他的 其实就是怕它自动续费 你的PlayStation Plus扩展订阅 将于2025年6月3号取消 然后我取消了之后 左下角就变成了重新激活订阅 这样就安心了 然后再进入游戏就可以玩了 关于PS会员 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那么多关于PS会员 你还有什么疑问吗 然后再进入游戏 我们下转就会担心的